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英国首相强生今天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和首相职务 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 保守党党魁选举的具体时间表将于下周公布 据报道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定于今年夏季举行 强生还在演说中再次向郑宝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人民喊话 表示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强生2019年掌权后率领脱欧声势高涨 但疫情爆发拖垮经济 又因为开趴丑闻被党内逼宫 惊贤庭国再碰上副党边信丑闻 他被控视而不见 短短两天由数十名内阁官员抵出辞呈 如今终于松口请辞 因为新冠病例增加黄石国家公园 现在将要求两岁及以上的游客 在其室内设施中佩戴口罩 在2021年访问量最大的十个国家公园中 有四个国家公园现在有室内口罩令 分别是黄石公园 大峡谷 优胜美帝和大提顿 规定所有访客必须佩戴口罩 无论其疫苗接种状况如何 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 口罩要求因公园及其当地的新冠条件而异 大提顿和黄石公园部分地区所在的提顿县 是怀俄明州新冠发病率最高的县 每10万人中有70例感染 黄石公园横跨三个州和五个县 其中三个县的新冠社区水准很高 加州马里波萨县市优胜美帝的所在地 是加州新冠发病率最高的县之一 每10万人中有53.8例 而大峡谷所在的科科尼诺县报告了 每10万人38.8例病例 苹果公司计划在今年秋天发布一项名为锁定模式的新功能 旨在为用户增加一层新的保护和防止复杂的黑客攻击 此前一款名为Pexus Fema的手机间谍软件 入侵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 可能被监控人数高达5万人 Pexus Fema有以色列软件监控公司NSO开发 用于监视记者、律师和政治家等较有影响力的人 Pexus Fema一旦入侵手机 就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提取短信、照片、电子邮件 对通话进行录音 远程开启手机的麦克风和摄像头 对用户隐私造成极大威胁 立马软件的制造商NSO集团 已经被苹果公司起诉 并被美国官员列入贸易黑名单 财经内幕杂志今年报道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庄马斯克与旗下大脑晶片 新创公司的高阶主管奇利斯 去年11月生下一对双胞胎 财经内幕引述法庭文件报道 今年4月马斯克与奇利斯提交请愿书 要求变更这对双胞胎的名字加入父亲的姓氏 并保留母亲的姓氏作为中监名 一个月后德州法官批准了这一项情愿 财经内幕还爆料 如果马斯克以440亿美元完成收购推特公司的交易 36岁的奇利斯可能是管理推特的人选之一 这对双胞胎诞生之后 意味着马斯克现在已经有9个小孩 请继续修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